電影院的椅子上一片灰茫茫 仔細一看居然是發霉了 不僅坐墊 椅背跟扶手上 全部都是白色霉碟 連地板上的花紋被霉斑遮住 完全看不出來地毯圖樣 這裡是馬來西亞的電影院 因為疫情衝擊 影城關閉 長期沒生意 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 已經變成這副模樣 相比馬來西亞國內疫情趨緩 業者趕緊抓緊時機 推出優惠 搶救影城生意 我們會員儲值一千 會送一千塊的折家軍優惠 郵影城大推儲值會員卡滿千送千 最多送三千塊 相當於電影票滿一送一 要折疊電影票或餐飲消費都可以 好撒千萬 就是為了就業績 在下下個禮拜開始 應該會慢慢地體會到 就是在疫情前的那樣戲院的感覺 就抓緊時機嘛 畢竟疫情也沒什麼人會來看 當然就抓緊時機來看槍 疫情沒有那麼的嚴重 就會比較想要出來 不只一家推好康 威秀也推會員儲值兩千元 就送電影票和室內學場門票 哈拉影城買十張電影票 兩千一百元還送小禮物 等於一張票兩百一十元 修團影城看指定芯片 會員點數加倍送 滿七百點送電影票 及三十五點也可以優惠十元 有了優惠大片也要強勢回歸 原本三月要上映的迪士尼動畫 大作二分之一的魔法 因為疫情 台灣黨兩度延期 現在疫情趨緩 蜘蛛人湯姆·霍蘭德 和新爵克里斯普瑞特 第一次的攜手合作 就要在五月二十二號 重返大螢幕 新冠肺炎衝擊百頁 全民努力守住疫情 相信影迷在過不久 就可以重回電影院 挑片選片大飽眼福 記者黃衣俊王浩子 Cepal報導